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专访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不是只是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IG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 在相关的这个资讯栏里头 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些订阅的方式 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您可以来支持我们 不管是透过订阅转发 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持续做好节目 前一阵子台湾的电视剧火神的眼泪 其实引起非常多的注意 不管是它的剧情也好 或者是它里面谈到的议题也好 反复很多人开始比较关心有关消防员的议题 不过等到这个火神的眼泪下档没多久 在6月30号 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家觉得非常遗憾悲伤的事情 就是在彰化的桥友大楼 他是一个防疫的旅馆 但是不慎发生了这个火灾造成四位民众的死亡 其中一位呢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消防员 年仅33岁的陈志凡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其实陈志凡的妹妹 陈毅竹还有消防员工作权益出境会 他们其实一直在为了这件事情奔走 并且召开了多次的记者会 也希望能够进入到这个调查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 去参加调查会 那所以呢 这件事情其实即使在疫情当道的这个当下 仍然看到很多人在为了权益去争取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要邀请到这个陈志凡的妹妹 陈毅竹还有两位消权会的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陈毅竹 她是迅持消防员陈志凡的妹妹 她同时也是一位益肖 毅竹你好 那第二位是舒博宪 是消防员工作权益出境会的理事 那本身也是消防员 博宪你好 你好 那我是消防员工作权益出境会的理事 那本身也是服务于台北市的基层消防员 OK 第三位是这个朱志语 她是消防员工作权益出境会的秘书长 志语你好 关老师好 各位大家好 好 非常谢谢三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其实在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这个消防员的议题 在2016年我们的报答当中也指出了 消防员在当时劳动条件面临大的 面临到的这四大困境 包括人力不足杂物太多 设备老旧工时过场等等 这些我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一个来检视 经过了这么多年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不过一开始我想要先请教一主 我想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对于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幸的事情 对你们家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哦 我想先请教一主就是当知道哥哥的事情之后 你们家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呢 呃 那一直受到张机去抢救的过程中 家人才辗转从消防局那边得到就是 呃就在过程那哥哥在里面发生状况 送到医院去急救了 那那时候大家已经半夜三点了 所以爸爸妈妈他们呃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是已经抢救失败了 嗯那一直到他们在医院处理完整个过程 那送到殡仪馆去已经大概是凌晨五六点的时候 那我是早上起来看手机才知道说就是呃 陆续五点多就是爸爸妈妈有用LINE的电话 一直不断的打给我 但因为呃晚上我是没有开网络的 所以我是一直到早上起来的时候 看到手机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未接来电 那那时候刚好妈妈又用手机打电话进来 那那个当下我也刚好在开电视看新闻 然后就整个就是对就接到爸爸妈妈打来电话 然后又看到电视新闻的快讯跳出来 那就赶快赶回彰化这样 嗯我想这对你们家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来的很突然当我们看到你们家人的这种呃 这张一个悲伤的状况 可是其实又非常勇敢的而且很有勇气的直接的在 但是它就是一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又很高尚的一个公共服务的一个行业 制业哦 你们为什么愿意投入到这样一个一个工作里头呢 呃因为其实严格来说就我们的认知 其实消防员他们的专业上分很多的区块 包括你说水域或是三讯或是眼皮救护甚至是救灾打火部分 他其实是分工蛮细的那在一销的部分其实他也有这方面的规划 那宝宝的部分主要是因为他是救生员的教练 那他对游泳这一项其实是非常专精的 所以当初他也是因为呃跟教学相关的原因后来才会投身进去异校 也主要是以水域的部分为主 那我的部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之前是有养狗的 那当初是因为要训练收救权 所以才会投身就是加入异校这样 那其实我觉得嗯我们在投身进去的这个动作 其实是没有考量到他背后的危险 因为呃危险他的确是有可能在意外的状况下发生的 但是能够利用自己的专场去救到更多 或是嗯回馈这个社会更多的话 其实是我们一开始加入的诉求这样 并没有想到他背后危险的那一块 嗯可是呃虽然你们不是像直接的进入火场 但是不管是水域也好或者是这个说作动物也好 一样都有这些危险 那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的消防员 他们在叫救火或者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社会不断的在讨论消防员所面临到的这些危险 跟这个劳动条件的问题 你们自己不会有任何的担心吗 或者是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消防员所面临到的处境 特别是哥哥本身就是消防员 怎么去看待哦 这是呃我们会觉得说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投身进去救灾过程 其实真的是没有想那么多的那呃大部分的状况都会是遇到状况 才来解决遇到比如说呃之前的殉职案 然后才会注意到说呃有这个问题我们要赶快去协助处理或是呃未来有什么 能够避免的这样 那但是在投身进去加入的那当下 其实是真的不会想想到那些去的 嗯你自己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不管是在这个隔天或是后续的一些记者会上面也好 其实你不断提出了一个质疑 因为你你发现这个哥哥是被单独留在这个房间里面 那你去质疑说为什么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 没有落实所谓的两两一组的同进同出的这样一种做法 那这个这个部分其实这样的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质疑 就你自己的观察 你自己当然这还在这个调查当中 可是从你做一个家属的角度 或是你自己曾经也是一个益销的这个角度 就你自己观察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程序上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为什么你们一直要出来觉得说应该要去查明真相呢 嗯我们我觉得基本上因为现在时间过了比较久了 那两两一组的这个状态 在厘清的过程我们会觉得说当下那两他们两两一起入市的状态 可能是因为整个救灾环境而有所协调才会发生这个两两一组是被拆开的状况 因为包括另外一位水长他其实也算是受困的 嗯对那我们在后续就是包括提出一些问题或是再继续的参与记者会 甚至是提出调查会要整个完整列席的过程其实我们是有比较清楚 知道说他不只是在他们两个身上发生这件事而是整个包括当天的抢救过程 然后指挥的问题以及可能甚至是整个大楼的建管相关问题 才会整个复合发生最后他们被迫两个做分开的这个决定 所以因为当下我们在一开始会去质疑两两一组为什么拆开 那其实是在当第一天发生的时候 甚至我们并没有马上得到消防局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才会在一开始声明稿里面是有提出这样子的质疑 嗯嗯OK那这次过程当中其实即使他们有一些回应 你们还是觉得参与调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而且其实你也开了很多次的记者会啊 就是为什么你要这么的坚持觉得这个调查这个真相 或者是由家属或是消防员进入到这个调查会里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难道不能由官方或是由他们所认定的专业团体来做调查 做认定就可以了吗 嗯我觉得一来是因为这个这次的火警他的状况特殊 他不是单纯的火警也不是单纯的消防员殉职 他还有包括是其他的民众 那甚至他在更复杂的一层是 他是今天要发生在旅馆 甚至他是一个更进阶的 他是属于防疫旅馆的部分 那如果他是单纯防疫旅馆就算了 那偏偏是他的楼下是属于废墟的状态 那就会表示说他其实在评估的过程中是有问题的 不是单纯是在一个旅馆甚至防疫旅馆 甚至他是整栋建筑 你在发造合法旅馆证造过程中 是不是其实有很大部分瑕疵 在政府单位的很像沟通上是有问题的 对那另外是这一次乔友案 他严格来说算是内政部在消防法修法以来 第一次由内政部主动 就是有成立相关调查会的 那以往在前面殉职的案例上 他其实都是有比如说地方消防局 他们自己求援兼裁判 就把事情给解决掉 那很多调查的部分 他可能是在发生事情之后 甚至长到两年三年 家属才能够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是他发生这个事件内容 其实我觉得对家属来说 一来时间拖太长了 二来是这个说明的内容 其实没有真正的去解决到 家属心中的疑惑 那以我来说呢 目前我会代替就是 爸爸妈妈来做家里主要对外的发言 是因为一来考量到就是家里 爸爸妈妈状况其实真的很不好 你要他们在失去一个这么 心爱儿子的状况下 又要理清头绪来跟 地方单位或是政府单位来做 fighting的动作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那我会觉得说 依照我现有的专业知识 那甚至我们可以再去问到更多人 那来协助说 在这一次比较 也是第一次由 内政部启动调查会的状态下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开先锋的动作 然后去保护未来 就是不管是修法 甚至是让整个体制上是更好的 那甚至是未来如果真的很不幸 还有相关训职案的话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参考的标准 是能够保障这些未来学长姐们 进出火场的安全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 以往选址的学长姐 他们在得到家属 在得到真相的过程 实在是太漫长 太煎熬 甚至调查报告可能真的是 不是很完全不明不白的状况下 就有一点被磨掉了 我希望最后它是这样子的结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过去 特别刚刚艺术提到的很重要观点 过去如果有地方的政府来做这件事情 他其实包括这个消防局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会出现 有可能会出现所谓求援 兼裁判这种情形 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其实就很难很难 有一个非常明白的 这样的一个理解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 呃有制度性的会议 而且是能够让这个员工的代表 就是所谓劳工的代表 或家属代表能够一起进去的话 我想这个相对之下 是可以解除很多的疑虑 并且能够让这个调查 他能够考虑的面向是跟周延的 因为他不是只有在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讲 至少消防员会从他们在现场 这个救火打火的这个经验当中 去看到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但是艺术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爸爸妈妈的状况 可能在面临这个状 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 事实上状况是不好的 所以呃需要有人来持续的来去关注 并且让这件事情 以后甚至可以 在这个过程上有一些修正 有一些修改 那这个其实从家属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为难 而且说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 他必须面临到很多 在心理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冲击 可是有趣的是最近这几年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类似的事情 不断的发生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属就一个一个站出来 其实也去参与了这些有关消防员权益的 这些所谓的关注的行动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要回过头来 我们再请教校全会的朋友来告诉我们 在这个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家属他们对于他们对于家属的观察 以及家属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们面临到这些冲击的时候 他们大部分的心理的状况 生活的状况是什么 以及呃为什么会来越来越多的家属 也愿意来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嗯 家属参与不打折 家属参与不打折 基层调查要完整 基层调查要完整 今天是8月3号 那也是我们灾害事故调查会 好不容易第一场会议 开会的前半个小时 为什么还要透过记者会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对于待会开会的两个诉求呢 这是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 来到内政部前面的时候 内政部对于灾害事故调查会 不断的延期 对于基层消防团体 提出这个秘书处 申请练习的这件事情 与法无据的驳回 帮大家回顾一下在7月28号的时候 当时协会来到内政部的时候 内政部的代表 回复我们说 7月28号会改期 是因为要配合家属的时间 部长在跟内政部说 应该要邀请家属一起来 列席与会的时候 却是过了一个礼拜 没有任何的公文 以及说到了最后最后 要到开会的前一天的深夜 才透过消防局来询问家属的出席 我是治法人妹妹一卓 对那从我们一开始的诉求 就很明确的讲说 我们希望是能够列席 在参与调查会里 而且是能够完整列席参与 甚至是可以参与发言的 那这个部分呢 在中央也就是调查处这边 他其实是没有给予我们正面回应的 那我们希望的是 能够参与到后面调查会 更完整的部分 包括相关不同领域的专业学者们 所提供各方面的 不管是建管 使管 或是建造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让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整个案件过程 是什么样的原因 才会造就最后这个结果 而更完整的 我们在设置办法当中的规定 任何参与这个调查会议的相关人员 他都应该要受保密的义务的要求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也准备了两张板子 包含我本人秘书处的列席 以及家属的保密切结书 我们现在都已经签署了 今天要不要列席与否 是个程序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栽调会的委员们 可以先处理这个程序问题 我们再来进行开会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一般的民众 社会大众捐款支持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捐款支持 公民心动已经进入资料库 支持灿烂时光会客室 让我们能够持续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让我们能够监督有权利的人 也能够让弱势者发生 并且促成公共议题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谈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议题 其实在公库长期以来 就非常关注消防员的权益 而灿烂时光会客室的节目当中 在过去几年曾经做过两集的节目 来讨论消防员所面临到的处境跟问题 前一阵子发生了巧有大火 所以我们要再次来回到 我们的节目来谈这个话题 在我们今天节目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 包括这个训职的消防员的妹妹 陈毅竹 还有萧全会的秘书长朱志宇 以及萧全会的理事 苏博县 他本身也是一位消防员 好那我想要直接来进入到 我们的题目 我想要先请教志宇 其实在这十年来 事实上有42位的消防员训职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你们的团体的观察来看 这些消防员殉职的原因 大多数是什么样的因素 而在过去这几年来讲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家属 也愿意站出来 他们在面临这个悲剧的时候 他们到底怎么去调整自己 我们当然知道很悲伤 可是调整自己 并且愿意走出来来持续 来争取这个权益 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不知道至于在 你的观察又是什么呢 基本上从我们有记录以来 大概是民国56年以来 有一百多位消防员 跟益销的殉职 那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工厂 或者是住宅的火警殉职的 那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早年 消防制度还没有那么完善 那也有可能就是有人车祸 或者是因为现场的高压电 所以意外的死亡这样子 那但是总归来说 大部分都还是火灾 因为这是消防员最常遇到的事情 那包含可能像之前SARS 也有消防员的殉职 那我觉得这些它其实都意味着说 不论它是哪一种殉职 它其实都是在展现说 我们的国家在公共安全的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有它应该要去 检讨跟精进的部分 否则的话我们也不会每一年都有消防员殉职 所以我觉得对于基层消防员 或者是我们协会来说 去追求这个真相 甚至在殉职发生之前 来去谈消防员的议题 不论是我们的新智待遇 或者是我们的职业安全等等条件 我们都希望的是说 让每一年都殉职的这件事 或者是让殉职才能够改革这件事情 是能被终止的 这个是我们看待这个殉职的这个部分 我们自己在节目当中谈到很多次 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劳动条件 它就不会有一个好的专业服务 那当我们这些会所谓的公共服务者 包括消防员 包括医护在内 这些公共服务者 他们如果劳动条件不好 事实上他们可能影响到的是 整体的国民 整体的公众的生活 那当然其实刚刚谈到很重要 是真相是最基本的调查 可是除了真相调查之外 怎么样让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 也是很重要 可是很显然的是 已经有很多人 因为这些来自于政府的疏失 或者是火场的乌情 而牺牲了他的生命 悲剧是已经发生了 这些人的家属 他们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一种状况 他们的面临到的处境又是什么 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看到这些家属 愿意站出来 让这样的一个悲剧 不要再持续的发生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 他有一个很原始的 一个意念是 他想要知道过程是怎么样 就是至少从我们协会 2013年成立之后 我们遇到的蛮多的殉职案件 像新屋 进棚 甚至包含这次的乔友 其实不是大部分的家属 像义竹或者是像新屋 这样子的家属 他们能够坚持 或者是勇敢的站出来说自己 认为应该哪些部分有问题 因为一来他们没有专业 然后二来我觉得 大家会很在一个 沉浸在一个悲伤的情绪当中 所以其实 除了我们在媒体前面看到这家属以外 大部分甚至蛮多数的家属 他其实就是事件过了 然后攻击过了 他也慢慢的觉得这件事情 就他也认为国家可能不会太处理 甚至国家会反过来跟他说 如果我们去调查了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 这位消防员的抚恤 我们也有听过这种说法 为什么去调查会影响到消防员的抚恤 他们会认为说 今天有可能是因为这一个消防员 他个人没有把自己应该要做的 现场要做的流程做好 要做的程序做好 导致他殉职 那他们就有一个说法叫做 如果我真的去追求真相 那家属愿意面对这件事 以及他背后带来的这个后果吗 所以我觉得像火神的眼泪里面 也有去演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 就是那个科长告诉那些长官们说 你们想要说出真相可以 但是如果影响了抚恤 你们能够为这些殉职遗族的 后半生负责吗 其实我们也遇过好几次这种的状况 甚至家属也有因此 放弃去追求真相的也有 可是我觉得再怎么说 他就算迫于现实 迫于消防局的这个说法 但他们始终过不去的一个坎 就是那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是谈改革 或谈家属要追求真相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于 为什么事情会发生 以及消防局愿不愿意让我知道 整个过程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面对 比如说有一些创伤的伤害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 我们是可以理解事情的发生 才能够去消化我们自己的情绪 所以其实我们协会也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说服家属说 大家都会问我们 到底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 那我们协会也想要知道 那除了事实的厘清之外 我们也会希望家属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会很痛苦 会很煎熬 甚至在过去没有调查会的时候 你还要站出来说 我应该是有这个资格 要在这个会议里面 来去听整个事件的发生 在过去的时代还要争取 那大家都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甚至这个调查 它可能会历时个一年 或到两年左右的时间 才有可能被真的评凑出来 对那大家愿不愿意接受 因为我觉得这个提问 他在问的是家属说 那你愿意为了这一步踏出去 你要你愿不愿意接受 跟你要付出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种煎熬 跟你要不断的附送你的提问 跟去一再的去 看就是去回顾亲人的死亡 甚至消防局 有的时候也会修改整个过程 会让你觉得说 他为什么要对我有所隐瞒 然后为什么每一次讲的都不太一样 或者是有些东西 为什么是有出入 或是避重就轻的时候 我认为那都是造成家属的 好几次的伤害 对所以我就回到最原始的问就是 他们想要知道事情的经过 所以才有接下来的这一切 所有的家属基本上都是 以这个为他们的起点 倒也不是他们真的希望 有什么样的改革跟精进 而是他们还在一个很原始的 是为什么事情是这样 我想这对家属来讲 是一个很基本的交代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在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 在台湾社会是交代 你做什么事情要有交代 但是我们做要有交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 如果这个交代如果不清楚的话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是非常非常 我会觉得是对家属也是一个不负责任 或者对整体的公共的社会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 家属会面临到很多的这种再次的回忆 再次的内心的冲击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说到底 如果这些问题每一次都认真的去检讨 不让在制度上面做改革 在一些设备上面做改革 在人力上面做改革 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 就不会有在后面的那些所谓的家属 煎熬等等的问题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上面 艺族还有这个消权会的朋友 其实也从6月底到现在已经8月多了 已经开了好几次的记者会 各位请博先生来告诉我们 你们这几次的记者会的诉求是什么 那官方有给你们任何的回应吗 好 那基本上从乔友大楼 这个逊子案发生之后 我们跟艺族就是有开了好几次记者会 那记者会最主要的诉求 其实就三项 那第一是真相 第二是立碑 第三是主公会 OK 那真相的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知道 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 然后从中计取教训 才有办法去改善 甚至避免下一次的状况 那但是政府的回应就是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地方 也就是彰化线消防局的部分 那彰化线消防局 其实他们已经有做一个 就是类似案例报告了 然后有开过一个 比较简单的说明会 然后有也有跟这个家属的部分 就是有约好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是可以再提他们 就是在在说明 那中央的部分就是内政部有 已经有召开了这个调查委员会 对那但是中央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速度非常的缓慢 因为他们在事发的当下 没有第一时间就是派这些委员 或是发函请这些委员到现场去现刊 那他们是隔了一个多礼拜 才有让这些委员到事发地点去场刊 然后甚至是在这个场刊之前 已经有一般民众闯到了 活警现场里面去录影 对那相关的证据到底能够保全的如何 其实我们是要先打上一个问号 而且这个战害调查委员会是一直到8月3号 也就是事发一个多月 一个月又几天才第一次召开了这个会议 那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一演再演 对他们一直在将这个开会的日期往后演 最后才在8月3号召开了第一次的会议 对那但是他们也有在第一次的会议当中 就是有说未来就是每两个礼拜 会开一次对会开一次会议这样子 那这是真相的部分 那立碑的话呢 就是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没有一个下文 那只有是章话签消防局这边有说他们 因为之前新闻火警之后其实是有立了一个碑 他是在那个桃园市的那个房贷教育馆 对那章话签这边是说他们会去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 然后来拟定看要怎么样去处理立碑的这个问题 可是到目前还没有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法 对就是有一点已读不回了这样子 对好那最后是主公会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 其实在一场殉职案件 不管是火警或是刚刚有提到 有可能在执勤的时候出了车祸 或是任何的原因造成的殉职 其实他都不会只是一个单一原因 就可以定调说就是这样子 对对 所以他这个当中有包含了非常多 可能包含了公司过场过劳 然后人力不足 然后装备的问题等等的 甚至是一些现场的安全观的制度 那这样子一连串的问题 才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对那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 每一次每一次的都针对单一的一个议题 去要求改革 然后去召开记者会 甚至每一次的议题的出现 都要因为有殉职案的发生 然后才有造成舆论 甚至是媒体的曝光 然后我们才来用殉职换改革 我们希望这样子的轮回是可以被打破的 所以主工会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开端 因为一旦有了工会之后 我们可以就是将我们的诉求 就在平时的时候就提出来跟政府做协商 所以我们提出了主工会这个诉求 对那政府的回应的话 就是因为消防员是公务员 对那目前的工会法规定是 公务员是不能够组工会的 只有劳工以及教师才可以依工会法第四条 去组织并加入工会 对那公务员的部分是同一条里面 他有写到说依其他法律可以解册 这样子 对那所谓的依其他法律呢 就是公务人员协会法 对那公务人员协会法当中的第七条 又有提到说消防人员不得提 消防的议题不得提出协商 所以这其实对我们的 劳动条件的改善是有一些阻碍的 对那可是公会法的主管机关是劳动部 然后公务人员协会法的主管机关是权势部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跨部会 甚至跨院就是行政院跟考试院的 跨部会的一个议题 非常的庞大 对所以消除会其实也在20172018年的时候 就曾经提出过主工会的这个诉求 那当时候是劳动部是认为说 这个议题牵涉到公务人员 所以要尊重权势部的意见 那权势部认为这个公会法是劳动部主管的 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去修公会法 他们能够做的也只是修正这个公务人员协会法而已 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难度之下 其实我们把这个议题 其实要再拉的更高一个层次 所以我们前几天才会到这个总统府前去开了一个记者会 因为希望这是一个牵涉到整个国家的政策 那应该是要由总统来出面回应这个诉求 那目前为止其实总统这边还没有给一个回应 其实在对于所谓的公务员或者是整个公务体系 要去主工会这件事情 社会上事实上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当然也是因为这些团体或者是这些不同的组成者 然后慢慢的去抗争去诉求 然后才慢慢的开始有所谓的这种讨论的可能性 不过我说实在了就是我们这种国立大学的老师 或是大学老师 我们是可以主工会就刚刚有提到 可是我们其实是不能罢工的 那所以不能罢工你主工会 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是被断手断脚 就是你有这样一个组织 有这样一个结设 可是你相关要行使争议权这些东西都没有 所以这个社会恐怕对这个议题有很多很多的疑虑 当然这个疑虑是不是真的存在 我们下一次会再跟大家做继续的讨论 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谈这个桥有大火 以及看到一族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努力的过程 还有我们看到这个这个销售会等等的团体 非常在老公权益上面去做一些主张 那我们下礼拜会来继续跟大家谈这个话题 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 其实工库就曾经对于消防员的这个权益 做过一些讨论 提出了四个当时面临到的一些困境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包括人力不足 然后缺额当时是超过万人 第二个问题是杂物太多 包括捕风捉舌等等的这些杂物 第三个是设备老旧 所以在火场上面会有很多很多安全的问题 当然就是第四个是所谓的工时太长 我不晓得在最经过了这个2016年 我们做的这个报道到现在已经2021年 已经经过了5年 然后也发生了那么多的悲剧 有这么多的记者会这么多的抗议跟陈情 我们的政府到底听到了没有 听到就算听到之后 到底改善了没有 就算有改善 改善的幅度够或不够 我们先今天就先跟他谈到这边 我们下礼拜一样要请三位来跟我们继续来谈 消防权的权益的问题 以及乔友大伙 后续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调查的内容 到底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下礼拜再会 谢谢 谢谢三位